簡約時尚的透天社區已經快接近完工 沒想到有無阻進到裡頭 驚訝到說不出話 原來民眾在臉書的討論社群表示 他在9月中旬燕屋 一家四口滿懷期待踏進大廳 就感受到降龍之氣 懷疑客廳有龍 還自嘲社區將來可能會有人當選總統 原來他附上照片是大廳出現的不明管線 就好像是一條盤附在兩上的巨龍 果然內文引起民眾討論 有人說是買屋送裝置藝術嗎 還有人戲稱 集好七顆龍珠神龍就會出現 更有人吃麵吃到一半噴麵 但也有專業說法 提到管線不穿樑是安全的設計 認為業主不懂結構 還有人進一步說明 是透天排水的正常配置 因為樓上的浴室就在客廳上面 我們進一步向建商求證 值班人員以假日沒人上班為由 暫時無法回應 但其他專業設計師 立刻就看出厘頭的關鍵問題 專家認定管線的做法沒有問題 但似乎可以在初期的空間 配置設計上做更有效的規劃 如今只能透過裝潢來改善美觀問題 至少在後續管線的使用及維護 業主不用太過擔心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